转生史莱姆第二季,克莱曼全面崩溃,得力不下五指,两死三叛。 转生史莱姆第二季要结束,十大魔王也要变成八星魔王了。 三位元魔王退出,新魔王萌王加入。克莱曼被紫苑宝走,面临死亡时,突然的觉醒,实力大增。 别看克莱曼觉醒了,实力从已变成实,依然不咋地,该挂还得挂。今天的重点不是克莱曼,而是他得意的不下五指。 一,拇指。九头兽。 拇指是九头兽,现在是三位,能够成长为九位,每条尾巴都能单独变成一头魔兽。 九头兽是被克莱曼操纵的,本身并不服从。 所以,九头兽在和蓝牙的战斗中,发出了求救。 蒙王受到勤来,又多了一个宠物。就是蓝牙吃醋了。 二,拇指。阿德曼。 拇指阿德曼,是原路米纳斯娇的祭司,现在是死灵之王,拥有着操纵死灵的能力,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法师,负责看守克莱曼的老巢。 阿德曼。 阿德曼败于朱菜之首,不仅没死,反而没有了束缚。 如今,也加入了崇拜盟王的大军中。 三,终止。 亚姆扎。 终止亚姆扎,号称五指之首,万号使兵结魔剑士。 亚姆扎对克莱曼没啥忠心,眼线情况不妙就想跑。 可惜,亚姆扎没能跑掉,还败给了三寿使之首的阿尔威斯。 最后,亚姆扎被克莱曼变成了复活暴风大妖窝的祭品。 4,无名指。 纽兰。 纽兰。 纽兰原本是魔女,为了获得永远的生命,自愿克莱曼控制。 纽兰被克莱曼命令潜伏魔国联邦,在法尔姆斯王国入侵魔国联邦中,背后捅了魔国联邦一刀。 但纽兰是幸运的,不仅解除了克莱曼的控制,还收获了爱情。 5,小拇指。 皮罗涅。 小拇指皮罗涅应该是最没存在感的,可能有人都忘记了这个角色。 皮罗涅出现得很难短暂,他在空中监视了法尔姆斯王国军队,目睹了蒙王的杀戮,却被蒙王召唤的迪阿波罗发现,引导拉森的攻击将其消灭。 克莱曼的五指,有作用的,都投靠了蒙王。性格不好,运气不咋的,都死了。 克莱曼的愚蠢和不自量力,最终都付出了代价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